- 歡迎來到 橘山橘山以食酷店! - 歡迎我們的來賓 富翰老師! - 還有 萊基老師! - 現在應該要改成... 叫茉琳老師了 - 對 茉琳都可以啦 - 就是我饒舌歌手的身份會叫一個名字 - 就像阿密特跟阿妹這樣子 哦 对 哈哈哈 那今天呢 知道今天要煮什么吗 鸡翅 好厉害喔 富翁今天是不煮东西的人 我负责切菜 所以他负责切菜而已 那很棒 那来给老师呢 我就是蔬菜面 因为你是吃素 我吃素 然后就简简单单嘛 我其实也不是很会做菜 为什么会选个吃素啊 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宗教还是健康而已 应该算是 看了一个那个 纪录片 然后就说吃素对运动员比较好 对 所以是健康 那个时候跳舞的时候已经开始吃素了吗 没有没有 我大概吃了大概快一年 其实我中间有一段 一两个月是有吃一点鸡跟鱼 好像我自己营养摄取不足 就变成每个月月市没来 然后我就想说哇完蛋了 好像要调整一下 因为其实不是吃素不营养 是我自己没有吃营养 素材面是你平时自己 我平时会做 对对对 交给你 那因为我们这个节目 节目 就是会有香港跟台湾的美食 那其实我刚刚那个鸡翅 是我会做一个叫 酱油蚝油鸡翅 叫香港才出现的 那你们平时在香港会有 在香港 就是喜欢吃香港的菜 蘑菠糕 那你刚刚老师有 我以前是很喜欢吃那个 公宅米 鸡翅公宅米 还有西斗翅 这个很好 真的好爱 我要找一只煮这个四多四 对对对 我觉得其实很容易煮 那我们现在呢 就开始先煮七次好不好 好 因为我呢 四次已经很棒了 已经腌好了 因为时间关系 很棒很棒 已经腌好了 好 已经腌好了 那其实呢 我先讲解一下 就是我这个鸡翅就是酱油 跟我们是蒸鱼石油 就是蒸鱼的酱油 再加蚝油 再加盐糖 然后再把它腌一样 腌了一天会比较好吃 可是时间关系 我只腌了一两个小时 那等一下富安呢 你可以帮我切一下葱吗 好 没问题 教给我 刚才在十分钟前 有在YouTube学习 如何高工 那我就要切段的 葱段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一段一段的 不是碎葱 那这样我还比较省事 对很棒 这不用切很快 好可以 那这一次为什么会请到两位来呢 是因为 第一就是我们的练习生 也是刚好也是两位吧 就是帮我们教 因为我们公司出了一个练习生计划 已经培训了大概大半年 那其实 我们这个节目 其实也会访问一下 关于一些台湾 矿业的朋友 那其实我觉得 就是教学这个东西 我很想去聊聊看 所以就 就邀请了两位来 就是聊聊一些 台湾的一些 艺术的教学 那其实一直以来 我都很想知道 是你觉得 因为很多人就是 会选择在外国读学 切得好好喔 切得好好喔 对 我刚才真的太怪了 怎么办 你们刚才在讲什么 我都没发表到 开玩笑 开玩笑的问题 那你会觉得 外国真的是特别厉害 我觉得这个 关于进修这个话题 我满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们台湾的舞蹈老师 其实也都会去国外进修 但是 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 你在台湾要先有个基底 对 因为我们其实以前一开始 我们大家也是先在台湾 学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才会存钱 然后出国去进修 可是变成是后面学生 受到我们这个影响 就会觉得说 哦 他们想要赶快出国学 对 可是其实如果你在台湾 没有先一个几年的基底的话 你其实出国会有点浪费钱 变成国外老师讲的比较深 身外面 但是就是进阶 对 可是你基础就 你Foundation还没有很好 然后你那些 他们老师讲的观念跟东西 你会吸收不了 可是诗姿真的是差很远 例如说台湾真的没有 有些很厉害的老师可以照得到 还是真的是要外国才 比较观念 我觉得这无关诗姿 因为台湾也有很多很厉害的老师 但我觉得应该是说 hip hop跟街舞这东西 比较特别的事情是 他本来发源地就在美国 所以我们出国的目的 是去感受这个文化 这个根 然后再包含表演艺术 就国外的一些百老会的秀 就是增进一些不同 除了hip hop以外 其他都要 所以本身一开始就是选择hip hop 对我最早 为什么会选择hip hop 怎么了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你弄欸 没有就是把它切走 OK 好加油 你今天是过来练习的 我完全没有办法加任 想听 我平时就是煮一些 煮菜不会聊天啊 就煮一些不用用到刀的菜 他平时就是用那个大杂 我们这是把所有东西放进去 我也差不多啦 气大锅啊什么 就我小时候应该是受到 那个MC Hammer的影响 那当然跟我爸爸有很大关系 我爸爸是鼓手 算是音乐是家欸 嗯一半 对妈妈是唱歌的 哇天哪 对然后所以我们家里小时候 很多西洋卡带 那反正小时候就常常 就拿出来听啊干嘛 然后很喜欢那样的节奏 可是还小我其实也不知道 那叫hip hop 就是喜欢那个鼓 对然后反正那个时候就是受到那些国外音乐的影响 但我就是听到那个鼓声的那种东西我就很喜欢 那个节奏 对我喜欢那个节奏 然后到了大概高中真的认识到社团老师 我才就是比较深入了解这个文化 那我现在很快就会先把这个鸡翅 我先炒香葱跟酱 OK 那然后之后就会把鸡翅放上去煎一下 就把它煎成黄金的颜色 然后再加水焖 这很简单 那所以最后就在什么时候才出国 我高中毕业没多久 高中毕业 是喔这么讲吗 我存了大概快两年的钱 大概快十万块 然后就 嗯 那我好省喔 你这很省 那全费呢 全费怎么办 就是买那个舞蹈教室的乐票 我是去舞蹈教室进修 对 那我的第一次选择的城市啊 国家就是东京这样子 因为那个时候真的 我们台湾受日本的影响还蛮深的 你很想帮我是不是 我很想要试试看 可是喔你要试试看吗 我还会甩锅咧 好你来你来 哇会甩锅那不错 哈哈哈哈 怎么开玩笑 我会把他甩出去 我开玩笑 欸这好好用喔这个刀 不是 欸怎么这个出来的真的 喔我以为说有业配 没有没有 我也很快 他们要准备接 对对对 要来找我们这个节目的话 我们快赢喔 对然后第一次去就是待了一个月 那就够了吗 一个月 其实没有很久欸 可是 你算短期短期的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一个月 一个月已经很烧钱了 你也没办法再待更久了 可是有一些人会选择 一边一边学一边在那边工作啊 没有工作签没办法工作 对喔 因为你不是念大学那一种 对对对 所以我们真的只是 就是像旅游一样 然后去那边上教室 我是有点讨教了不好意思 我再努力快 重点是我也不能吃 我一翻心就会这样很难 我就觉得很难 这个节目没有这么容易处理 才知道曾国臣不是在旁边拍摄而已 对欸欸欸 我一开始其实先办公办读 就是等于说我一边教课 可是那时候一开始教课的 的那个 学校当然没有很多间 所以我就 我那时候还在服装店打工 我还做各式各样的打工 对对对对 就为了支撑可以跳舞这件事情 然后后来一直到 一直到那个 客街的越来越多 Case越来越多 然后我才成为全职舞者 我一开始就是先舞蹈比赛 那所以有一点点名气了 就比赛那时候拿一些名次 然后之后就会有人说 欸请你来交个课 对然后后来就开始存钱存钱出国嘛 然后出国回来之后 就有一些工作室的老板觉得 欸出国有进步 然后就说可以开一堂课这样子 所以才会慢慢慢慢 才会有 教课的机会 所以我们算是蛮早 台湾第一批街舞的女生 对对对对 那你到后面你觉得什么时候 你开始是真的觉得街舞 终于终于有人重视她了 可能好像是 已经我大概跳了快十年左右吧 天哪 那这么久 然后那时候开始有一些 就是大型的 国际赛事 对对对对 然后也越来越发现 越来越注重这个文化 对但我觉得这个文化跟 艺人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我觉得有一些艺人在推动 以前的不管是罗志祥 肖小小圈 蔡依林 就我觉得这些艺人 主流的艺人 帮助这个文化 稍微浮上到一点到台面 不然可能那些政府机关 他们不知道这是干嘛 他们不会想要补助 街舞本身 是算是她是 在最开始的那个先河的部分 那你是 那你本身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比较唱歌的 我20岁 那也是一样就是 所以你现在几岁 不要不好说 还好刚刚没有讲到我 11年11年 好像31嘛 我现在大概32了 差不多 就一样你得了一些名次以后 然后就可以去应征 他就会录取你 怎么觉得开始有这个资格勒 因为 没有资格 但是我就教超烂一开始 我一开始 我一开始都是第一堂课在想 我第二堂课教什么 那你怎么办 你这样比起来 对一开始都是这样 但是一开始是先跟班 可以吗 要办吗 我来 我来 其实我也不会 怕 怕 怕 我来 要赤了 是不是 好你先走 你先走 手满脚的一个节目 开课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因为你不要觉得说 我终于有课了 我好像是老师了 没有可能会没学生 你懂我意思 那为什么你可以这么 一开始还没知道怎么教的时候 在已经有学生了 因为唱歌教学市场比较乱 但也不是团体班啊 对吧就是 因为太多是不是 就 就没有一个规范 对对 你想教谁想教就自己开一间 然后那个学生觉得你也OK 然后你就可以教 那我那时候一开始是去乐器行 但我那时候从 我那时候就排一天嘛 然后 从一个学生教到12个小时全满 因为我修正很快 我一开始教很烂 但是 但是就一直在想 然后怎么怎么弄 然后因为那时候其实 资源也很不丰富啊 如果以歌唱教学来讲的话 我这个是不是可以开始 可以啊 你要加水吗 你要先加水 好 被忽略 没有你继续聊 有再听 我要找空档是不是 好 如果我们两个不理你 你就是对他们讲 OK 就是 对让这个继续 没有就是我之前有去上海 就是演讲 然后那时候就有各国的老师 然后那时候刚好参加到这个盛会 然后我很紧张 我花了好几天准备 然后就准备完 然后有美国的 有加拿大 有丹麦的 然后还有泰国啊什么的很多 然后我演讲完我发现 他们都蛮烂的 你这样讲话可以吗 至少那半个小时我是觉得蛮烂的 虽然还没人知道那个是什么 这是什么 不要再讲 你发现 就是怎么讲 我觉得以唱歌教学来讲 其实我觉得好像没差这么多 对因为我那时候我跟国外很有名的 就是那个他是 号称他们跟他们学习过120座葛爱美奖那种系统 然后我也进去里面实习过 对对那其实他们很多的概念到现在也都已经 落伍了 就是讲出来会被人家骂的 我觉得以歌唱教学来讲 其实跟跳舞圈不太一样 就是其实我们离唱片圈很远 就是歌唱老师大部分也不是歌手 对那但跳舞老师大部分真的就是 都是五字 真的是耶 对对对对 所以唱歌老师大部分就是 我就是懂一些技术跟技能 对所以我们比较像是 体能训练师的概念 所以我们就不太是说 哦我们本身又是歌手 因为真正歌手不会来当老师 所以那个时候不是也 号称去了很多国家去学不同的发生机 哦没有我都是用视讯 没有坐到飞机 一堂课还是很贵 一堂课要可能150块每 一堂课要大概300块美金 那别人也可以去外面啊 可以啊 那为什么要学你的 因为我的教材很好 所以他们被我说服了 那你即刻起来是 他们真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吗 也没有啦就是 我就收取我想要的 那我不见得他是他们的 一定所谓的招牌或专长 对对那因为 跟一个老师就选择跟一个老师 现在这个年代比较少 以前才会有 跟着师傅 因为选择太多了 现在没有太多什么师傅不师傅 而且现在超多人的老师就是YouTube 就是我 那一个老师之前有跟一个 你觉得真的是有一个 算是你师傅吗 我最早就是在学校的社团老师 就算师傅 对可是你后来可能 就会去跟很多的老师学 可能遇到某个不一样的老师 他可能开启你另一个舞风 最影响你们的一个老师 有一个这样的老师吗 我们最早台湾的一个舞蹈教师就是 有一个团体叫TOKYO D 然后里面有一个人叫BOSS 对然后他就是算是台湾很早期 深耕在这边的日本人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的老师都在那边教课 然后所以我们最先认识的就是 这一批日本舞者 所以我们去日本的时候就有找 当时TOKYO D里面其他人 就他们在台湾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 就是欧阳菲菲的那个舞团 对他们自己也有发片 然后我们去日本就上他们的课 所以里面有一个Yamato先生是 我那时候去日本 我觉得受他的影响很深 因为他的东西就是 虽然是New Jazz 可是他融合了很多HIPHOP风格 就是可能早期 你们看到Jazz就是那种 就是对这种东西 但是他融了很多律动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去上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那个风格 因为我不太喜欢狠女生 我喜欢比较HIPHOP一点 我喜欢比较HIPHOP一点 再来就是接触到 有一个叫Link老师 Henry Link 他也是美国算是New School的一个 很早期的OG的老师 你怎么发呢 我应该就我启蒙老师吧 就第一个唱歌老师 是学校的吗 还是什么 那时候去乐器行 然后他刚好办一个讲座 然后我就去听 然后我才发 其实其实算是开启我 原来唱歌有这么多技巧 但是我觉得有很多老师都有很多帮助 现在立马掌一下 他还不说 但是有一次老师还好 演讲完我发现 他蛮烂的 他蛮烂的 好 那个 刚刚看到我急于找这个汤匙 是因为我不敢直接这样放 我每次下菜都一定要拿一个东西 那会太多啊 情不自禁吧 整根萝卜 没关系你就 但番茄我会用那么多 因为要很多茄红素 你很多 你的蔬菜是超多的 对 有现在有番茄 然后萝卜 然后玉米 然后还有空心菜 然后金针菇 花椰菜 对还有花椰菜 还有玉米选顺 对 我刚刚还发现少了洋葱 洋葱是一个蛮重的 生得出来吗 对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就也是有不同风味的 对 我说我应该放这样就够了 那你为什么会最后 你本身已经是一对一的教师为主 对一开始 那为什么突然这间 冒这个钱开一间学历 有人知道他现在那个学校花了很多钱 对 他们开那个学校 应该都花 最基本就几百一千吧 几百万 大概五百 五百万 还刚好是二月的时候是不是 对啊 刚好是去年二月疫情 一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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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工 疫情爆发 哇 不然是我很抱歉 很怕的高明门